臉部最多的問題 當然其實臉部最多的問題 都是在紋路上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常見的一些法令紋 木偶紋 甚至抬頭、皺眉、魚尾、背溝上面 這些紋路會讓客人看起來 感覺是比較疲憊、比較老態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般圍城 在做處理的部分 除了臉部其實圍診我們常常做到的部分 包括頸部的鬆弛、頸紋 現在有很多人會在意的肩頸厚實 腹部腿、體態的雕塑 這些都是可以用圍診來做處理的 頸部的鬆弛一般是可以做陰波來做緊實 頸紋的部分現在也可以用玻尿酸來做填充 肩膀的厚實 那很多會打美肩針 包括肉度感菌 讓肩膀比較不要那麼厚實 一般填充物包括市場上常見的像玻尿酸、膠原蛋白、少女針、童年針 劑形的不同其實它的效期可能有半年、一年甚至兩年而不等 所以在我們注射之後 在體內代謝之後是需要重新施打的 市場上的填充劑按照不同的類型都有一定的效期 包括我們市場上常用的玻尿酸 它的效期通常維持一年到兩年左右 另外常用的一連絲也就是俗稱的少女針 它的效期維持在兩年左右 那還有另外一個酥鹽脆 就是我們俗稱的童鹽針 它的效期也差不多在兩年左右 在我們體內代謝之後是需要重新施打的 其實微整它本身是一種抗老化的治療 那本身治療當然有些微的一個刺激 只要我們在適當的時間做適度的治療 在治療之前跟醫生做充分的溝通 到不至於會產生橡膠臉啊 這種打肉毒過度的一個刺激 或者玻尿酸過度的填充 造成不好的一個併發症產生 年長的客戶當然也可以做微整 只是因為年長的客戶 我們必須去討論到 他的皮膚的鬆弛度跟彈性度 因為按照不同的年齡 其實皮膚的鬆弛跟彈性度 是會有不一樣的 甚至我們骨骼會有退化的現象 肌肉會有老化的現象 這些都必須在宿前跟醫師做充分的溝通 醫師也按照客戶不同的年齡 來做不同的規劃 來做定期的治療 當然切記是不要做一次大量新的 調整 拉體的部分其實可以大致上分為兩類 一個是輕入 一個是非輕入 一個是手術類的 那非輕入是一般我們常做的 就是電波音波的拉體 那在微輕入是所謂的線材拉體 線標 線材拉體比較作用在微微的下垂 希望它不要有一些風險 恢復期的一個時候來做治療 手術的部分 因為手術有一定的風險 跟它的復原期是比較長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需要跟醫生來做充分的溝通跟蘋果 其實市面上合格的線材有很多種 那現在我們比較常用的其中一種是叫做少女線 也就是俗稱的鈴鐺線 它本身的材質是一個PLGA的成分 這個成分它可以刺激我們的第一型跟第三型的膠原蛋白的增生 這個線材本身在八到十個月就會慢慢代謝吸收掉了 主要它的作用原理是在拉體跟復衛我們的脂肪層 另外一個比較常用的就是魚骨線 那魚骨線本身的線材是一個PDO的線材 也是可以吸收代謝的 它主要的作用是在拉體我們的筋膜層 這兩種線材原則上是作用在不同的層次 所以我們也常常用不同的線材 針對不同的客戶來做不同的拉體 那因為這兩種線材本身都是可以吸收代謝的 所以其實是不用取出的 原則上也不會有一些異物感 其實線材包括我們先前講的PLGA或者是PDO 這些線材早期都是外科醫生在做縫合的時候用的線材 後來他們發現這些線材的周邊會聚集一些纖維母細胞 進而刺激膠原蛋白的增生 所以就用來作為抗衰老的線材 埋線原則上疼痛感會有一點點 通常是在注射麻藥的時候發生 在治療的時候通常客戶是不太會有特別的感覺 頂多是一點點緊張的感覺 那原則上線材的部分在一個面 我們都會建議至少要兩條線比較能夠平均 一個下半臉通常我們建議線材的數量在四到六條會比較適合 其實埋線的部分因為原則上它的效期通常都維持兩到三年 所以就算兩到三年效期到了 我們不再做施打頂多回到兩到三年前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並不會有越來越老的一個狀況出現 那當然其實它可以合併一些拉提的療程來做治療 那在拉提療程治療當下要特別注意的是 比如說當我們要做陰波治療的時候 通常是必須在拉線晚的半年後才能做這樣的一個治療 所以其實單單一個治療有時候可以合併其他的 比如說玻尿酸的拉提、陰波的拉提 甚至電波的拉提可以合併來治療 並不是說我今年埋了線兩三年之後一定要再做埋線治療 或許兩三年後只有局部的一個下垂 我們可以合併陰波或者玻尿酸的拉提 我想微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可是它也並不是絕對的選擇 或許我們在做完微診之後 而規律的生活、適度的運動 甚至充分的休息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客戶他原則上做完微診回去都完全不保養 那這些其實在膚況的一個鬆弛跟下垂還是會持續出現的 另外在做醫美微診的時候我想選擇合法的診所 跟正規的醫生、跟醫生做充分的討論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平常的保養也非常重要 當然最重要是要有一顆年輕的心 結果會更好